中療鄉隆安宮所供封的三三國王 於一百多年前潛入後 便開始有夜間火把繞進祭祀活動 相傳三三國王一開發初期 龍眼寧曾遭滅村三次 有眾多無法超生之孤魂野鬼流於村莊內 為使這些孤魂野鬼得以超生 便於每年三三國王誕辰的前一天 每年的農曆9月24日晚上 請村民手持火把及香岸桌 自村內各處尋找孤魂野鬼 以超渡孤魂 於儀式進行中 村內家戶擺設香岸摩拜以祈求平安 希望藉由三三國王的神威 來為地方祈福消災解餓 中療鄉隆安宮火把文化節 那其實三三國王 以及成會祖師文武眾神 在每年的9月24日 都會拒絕到這個要件 在地方來請到這些市場 有來跟我們社區理事長連議會家說 早期就是因為 有受到一些蜜村和一些災害的部分 受到一些人說的排名的影響 所以幾個月在三三國王的聖誕 都會來受到三三國王的祭祀 古板火把節來穩爭 在這裡非常高興 我們每年都已經連續三年來參加到這次 這次的火把文化祭 今年看到很多我們這些年輩 包括我們純榮會和信仰會 我們這些年輩都來參加 標示就是說這個 兩岸共的火把文化節 在地方這裡已經頂到受到重視了 當然早期我們也受到 科委會來幫我們補助辦理 相關的活動 我們也說未來有機會 可以更多的經費來協助到地方 團成到這個文化 我們也看到這麼多傳統的文化 我們透過兩岸共管理委員會 以及我們兩岸村、兩岸社區、發電協會 來協助討論 有關社區的文化、綜合團成的部分 我們也說我們可以做紀錄起來 是因為我們中央向未來一個很重要的興奮 也希望大家明年到24年 我們繼續參加到這個兩岸共的火把節 經由年復一年的流傳 火把繞境現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 而流傳百年的民俗文化活動 也發展出不同以往的展現方式 加入了各種現代的陣頭 使活動更具有可看性與保留價值 為了讓鮮明的文化民俗活動 得以保存及發揚 讓後代子子孫孫了解鮮明開墾至今 所傳承下來的民俗與文化 而這些傳統習俗 逐漸獲得外界肯定 吸引了不少外地民眾加入繞境的行列 一起為傳承百年的地方守護工作 盡一份心力 今年我們也有機會跟我們這些事大 來跟連教、跟母教、過金會 這都是實在 兩岸共、我們三村國王跟三村祖書 我們文部中心 對到電風的照顧、職修 讓我們這些事大 能夠感受到我們三村國王的行為 也是我們這些事大 心靈的外界 未來當然我們也希望可以有這個機會 來參加我們農安公的活動文化節 我們可以跟他們更大來鼓勵 包括我們社區所有的事大 或是我們一些活動的表演 這都是要欣賞更多的鄉親來參加這種活動 這都是我們中國鄉做好的資源 我們也說真的可以讓這些文化繼續選擇出去 先緣廖玉璇表示 集結北中寮的宮廟參與 農安公的活靶繞進活動 隨著時代的進步 不僅沒有沒落及遺忘 反而越來越受重視 期望這樣具有地方特色的宗教文化活動 能代代發揚相傳 每一年的時候 我們農安公主任委員 及李甘書跟我們鄉頭的眾地主 大家都真的熱情 真的熱情 來辦這個做活動 就是我們三十個方向 要跟他祝福的生日 在映暗的時候 六點開始就來繞進 學我們鄉頭 大家都有辦這個幸福 由我們農安公的基董 到我們畢生 都幾幾乎去跟參香 去跟水車 這樣 有時候還有我們主機 人都欺負人 他都欺負主人 跟他不舒服 這一次 保護他可以平安順序 身體健康 朋友都非常盛頓 這樣說 和靈國涵 特別熱熱 有請戚頭 新救人 種種 很多人都到熱熱 辦到很豐工 非常勇敢 在閩戚時 當時三千國王的生人還有祝福聖經的活動 都扮到非常熱烈 這三千國王的生人在農安康 以前就是我們這個好百座 就是不出口家的傳統 客人的傳統 上來辦理 我覺得每年對辦都非常成功 也非常好 這些所有人都很熱情 就是希望我們參選國王可以新維憲 來比喻豐雕吳雲國台民安 因為這種活動實在很好 可以傳統我們的文化 希望我們這次一直跟他們團下去 用事每年都來辦 我相信對我們傳統的文化也很有幫助 我們農安康 就是在三千國王的生人 就來做這些慶典的一系列 我覺得真的很好 希望可以用事連續每年都辦下去 千億元監禁前也期許這樣的宗教盛事 以成為地方特色 能帶動地方的產業發展 讓更多人看見不一樣的傳統文化 經過百幾年 這個傳統在地下 傳承已久 不管在我們全國國地 或是中領地區 都一直都在傳承這個火把結 這個火把的時候 大家可以說是非常開心 來慶祝三千國王的慶典 以外 這已經演成一個傳統的習俗 所以說 至於外地有子 可以回來 很多人都在團圓 可以說 所有的國政頭 都齊心協力 大家都共同來參與 這種盛況空前 這是一個 真正好的活動 我們也希望民俗記憶 跟民俗的傳統 然後在慶祝星團的時候 可以讓我們全部都來投入 我相信這是最好的一個活動 我們很希望 包括文化局 或是相關單位 繼續來輔導 讓他們百幾年的 可以繼續延續 讓我們的新河相傳 讓我們所有人都認識 三千國王就是 他的慶典就是有這個火把結 這個火把結 可以帶動 整個我們地方的歡迎 憲議員李宗宗也期盼 透過火把繞境 能為棕樓境內祈求平安和樂 讓地方上的子弟能夠平安長大 也希望這樣的文化能夠永續發展 這個延安宮 我們的三三國王聖誕 前秋聖誕的好一支 我們三三國王 他的身為現行 照顧萬民 所以說 在我們鄭頭 在他的生日 相當的政治面 都有來這個火把繞街 真的氣勢如風 這個火把繞境 就是要來每一項 祈求我們三三國王 所有的兵種 所有的中心 來每一項 來把我們順勢 把我們消災改業 讓我們福氣連連 每一項來保險 來施經施基 可以說 必須我們 經過鄉親 所有的 大家 萬分的經典 大家都有感受到 我們三三國王的身為 舒服美食的家庭 我們的四大人 都 身體健康吃百日 我們的年輕人 出在外面打拼 我們 楊安宮三三國王 他的家事 幫忙 讓我們下年部的出力 打拼手 都賺大錢 大家都 順利 在我們的 孩子 我們 這個 三三國王 不三十 也都照顧 讓他 一路都平安 大家 學習 提高 大家都學到 很好的地心 小朋友 都好友情 平安 過大 所以 對著我們 政府 我們 楊安宮 我們三三國王的身為 照顧到 整個 我們 身心台北 真的 感動 感謝 我們 這個 火把繞 這是真的 每一年的 台電 每一年的 幸福 本身 本來 每一邊 每一年都有參加 我們也期待 我們三三國王 繼續 來照顧 我們所有的 這些鄉親 讓大家得到 一切的平安 地方商的居民 都相當重視 一年一度的火把繞境 特地搭設了香案 來迎接繞境的隊伍 祈求家中的美味 及村內的居民 身體健康 很高興這一次來參加 錄安宮 一年一度的火把繞境 所以我們擺這個香案 來迎接 三三國王 擺設這個香案 就是祈求 在地的每一員 都能夠身體健康 很高興 大家一同來參與 龍安宮 一年一度 三三國王聖誕 所以舉辦的火把繞境 因為這是一年一度的盛事 所以我是在地人 在家門口 擺設個香案 來祈求一家人 還有整個村莊 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先議員廖一賢 感謝居民熱情的參與 讓這次的繞境活動更加精彩 也希望每一位居民 能夠身體健康 兩人說真正的工夫 每一年 在這個政案 都會有來辦 這個火把的繞境 去跟家家 都會參與 祝福 祝福 平安 我們就是三四國王 可以身為現行 比喻 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大家讓 身體健康 平安 順序 感謝大家 在這個 暗時的時間 都沒有消毒 不過的時間 出來這裡 繞針參加 非常熱烈 希望我們三四國王 可以比喻大家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大家讓 安好 大家身體健康 順序吃百里 希望透過一年一度的火把繞境 能讓更多人認識 相傳已久的繞境活動 一同帶動 中療鄉的地方產業 民意新聞 永聖專題採訪報導